我是朵朵花玲 我现在是一个短视频博主 主要拍摄一些关于妆容穿搭的短视频 我今天画的是 《红楼梦里龙西凤》的一个造型 画了一个细细的美梦 我比较喜欢一些怀旧复古的东西 平时喜欢刷一刷老电影 然后再把我在电影里感受到的一些美的东西 转化成视频分享出来 拍摄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学习经历 让我对中国传统女性服饰的变化 产生了特别大的兴趣 我们把那个女性的然后打印出来 这是你找到的那些年画吗 对 按年代来的话就是第一张 然后 这个也是清单对吧 对于年画这一块之前我是比较陌生的 然后在查询了一些关于年画的资料之后 发现年画里其实还有很多侍女图 美人图之类的女性角色 要想找到年画里那些侍女的正式状态 我来到了年画里那个她诞生的地方 朵朵 来给你看一下我们桃花屋年画里面的一个美人 哇 老师这个好清楚啊 因为我自己打印的那一半 就是没有这么清楚 然后这个可以看清花纹 这张画呢 它是一个圆形的年画 我们也叫做月光型的年画 这幅画的名字叫铜下美人图 是因为画面当中有葡萄树 然后下面有一个美人 然后它就是很懒懒地靠在这个栏杆上面嘛 原来像在园林里 就看起来很贤情一致的感觉 对对对 然后看起来会比较温婉清秀一些 这个呢是另外一个 名字叫做那个合家欢 也是女性 但是呢是一个特别安乐 特别岁月静好的样子 这个色彩也很鲜艳 这幅跟铜下美人图就不太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这年画在发展过程当中 不同的时期 这个用色造型 它都会有一些不同 其实还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 所决定的 所谓的美丽和美好 它更多的是精神层面 透过精神层面呈现出来的一个面貌 桃花五年画中的侍女 脱胎于苏州文人封上 杨柳青年画描绘的贵妇满是宫廷气派 四川眠住年画里的姑娘更显俏皮可爱 来自年画里形形色色的她 都是一个年代一方水土的审美集成 当我真的看到年画 触摸年画 它不再是一张纸 而是时间留下来的美 哈喽 好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其实很感激 正因为有年画这么一个载体 把当年很宝贵的一些信息 或者美的感受 记录并且流传了下来 以至于让几百年后的我们 依然能通过这一幅幅的年画 去感受当年人们的生活 以及最朴实的老百姓 心中对美的渴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